刚才的话呢是给你们讲到一些造型命令的对不对 好那这样我们用到这些造型命令来进行一些 简单的一些图形的一些修剪 那比如说像我们第一个跟第二个 那么就直接给它复制到我们这款软件里面的下来 好那选到这两个对象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第一个应该怎么去做 第一个的话呢 它是某一个公司的一个logo的一个造型 比如说现在的话 我们选择给它点击拖拽出这样一个造型 好我用一个半圆 然后呢选择到这个半圆之后呢 我们给它加一份 加一份之后呢 我们按住shift键 暂止垂直给它拖下来 好选择到我们这两个对象 然后呢我们选择一个什么 减去前方对象 看到没有 然后呢我们再选择到它 好按住右键 复制一份 Ctrl D再给复制一份 对不对 好当然这个键系的话好像有点大了 我们要不然改小一点吧 选择到它啊选择 按右键复制一份 Ctrl D给它复制一份 好那选择到这两个对象 你可以给它一个颜色 去掉它的描边颜色 那接下来我们在左边这边啊 那右边画完之后 我们就画左边嘛 对不对 好那将我们选择给它Ctrl G 先编一个组 好绘制一个圆 好绘制一个圆 好复制一份 选择到我们第一个选择工具 你可以这样子拖拽过来 然后呢稍微缩小一丢丢 好这样子 然后呢我们还是选择到我们减去前面这个对象啊 移去前方的对象啊 好给它一个颜色 去掉我们的描边颜色 放过来啊 放到一个觉得合适的一个位置啊 放到你觉得合适的位置啊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选择到我们的这个贝塞尔工具 或者说我们的钢笔工具啊 你可以在这个位置点击 然后呢我们要修剪掉嘛 对不对 好你可以修剪掉左边 也可以修剪到右边 对不对 好选择 比如说我们选择到这个框 这个容器 我们这一个线的容器 跟右边的这一组对象 右边的这一组对象的话呢 我们需要先给它做一个什么 先给它做一个合并啊 一定要合并成一个对象啊 然后我们再选这两组对象 做一个修剪 对不对 做谁剪谁呢 上边这组对象啊 上边这个对象 剪掉下边的这个对象 对不对 好没有关系 你就先做一个修剪啊 好可以看到啊 这边没有掉了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再选择到这两个对象 对不对 选择到这两个对象之后呢 我们要提取它出它们两个合 相交的部分啊 这样子去做就行了 这个地方给去掉 然后呢 这下面这层给去掉 好我们需要给再换一个颜色啊 好那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啊 我刚才的右边我是直接给它剪掉 左边的话呢 我是取了两者相交的一个部分 理解吗 OK好 那我们就得到这样的造型 好是不是很简单 就可以绘制出来了 对不对 好那所以说你也可以直接这样去做这样一个视觉效果 理解吗 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右边的这个造型怎么去做 右边的这个造型的话呢 那我们选择给它画一个圆 画一个圈圈 画好这个圈之后呢 你给它加一份 好吧 先不加 我们先选择点击一次 把中心点移下来 然后呢给它加一份 加好了之后呢 我们选择它的角度 比如说我们选择到15好了 好给它回车 Ctrl D 复制 复制 OK好 复制不用那么多啊 然后呢我们选择到这一组对象啊 选择给它填充一个颜色啊 你不用管它是什么颜色 先给它一个颜色啊 好选择给它填充一个颜色之后呢 我们选择刚才的合并这个命令 好合并的话你会发现非常快 对不对 好我一下子就得到这样一个造型了 对不对 合并 合并这个命令的话呢 它是得到形状的相反相交的部分 对不对 刚才肯定是少了一个圆 就得到反相交的部分 相交的部分它会镂空掉 对不对 好你们按照我这种方法来做 就没有问题了 OK 这是我们的一些练习 好那当然下边还有两个 那么这下边这两个的话呢 就留到你们自己去思考了 那我就不跟你们讲怎么去做 明白吗 你可以自己去思考一下 应该怎么去做呢 对不对 好然后教我们再往下看啊 对齐跟分布的命令 好那对齐跟分布的话 那首先对齐命令 我需要你们先记一下快捷键 记好啊 先记好快捷键 左对齐L 左端对齐啊 左边对齐L 然后呢 右对齐R 顶端对齐TOP 底端对齐B 水平居中对齐E 垂直居中对齐C C 好那么这种命令的话一定要记得 因为以后经常要用到的 所以说你们先记好 好那么左对齐Left L嘛对不对 右对齐R 然后呢顶端对齐TOP T对不对 好然后呢我们的底端对齐B BOTTOM 好水平居中对齐E 嗯 E E的话呢我忘记是什么单词哈 好垂直居中对齐C C 明白吧 好那这组一定要记好先啊 好那比如说现在的话呢我们演示一遍哈 比如说我们现在选择一个造型给填充一个颜色 然后我们再选择另外一个形状 再选一个形状对不对 好选择给他一个颜色啊 我们不用同样的颜色哈 接下来我们选择到这些对象之后呢 你可以选择给他们做什么啊 比如说我们做一个顶端对齐T做一个顶端对齐对不对 好或者说我们B做一个底端对齐对不对 好或者说我们的那个左边对齐L 对不对 然后我们右边对齐R对不对 好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居中水平居中对齐E对不对 好然后我们垂直居中对齐C对不对 好看到没有垂直居中水平居中 嗯好你不要把它居中在一起哈 好比如说我们选了水平居中E对不对 水平居中看到没有 然后呢将我们垂直居中C对不对好垂直居中 好当然我们这个面板的话呢 你可以在这个位置去选择到看到没有 或者说我们选择到排列里边也有看到没有 这些都可以选择到 嗯 这些命令哈可以自己去选择试一下 好那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些对齐命令哈 啊那你选择到这些对齐命令之后呢 啊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对齐哈好那选择到一个对齐命令之后呢 那你可以看到活动对象还有这个页面 啊面页面边缘啊 活动对象的话呢就是随意的嘛对不对 页面边缘然后呢页面中心好然后呢这个网格的好 那么按照网格这种对齐或者说指定的点做一个对齐啊这些话呢 其实用法的话可能会不是那么常用哈 或者说不是那么长呃常使用吧 你们就可以不用管他哈 然后呢这样我们再选择到我们的分布命令哈 呃分布命令的话呢就是做一些建具的一些分布了 啊在我们的这个呃其他软件里面我也跟你们讲过分布命令了 对不对好那我们选择到比如说左分左分散排 啊就左分布啊好然后呢这个就是按顶分布嘛对不对 好那左分布的话呢就是对象的左边你可以看到这条线到这条线距离 等于这条线到这条线距离哇这个还是比较智能的哈 啊选择到一个左分布或者说我们选择到一个呃右分布看到没有 右边的这个距离等于这条线距离就这两段的距离等于这两段的距离就右右边的一个分布嘛对不对 好那接下我们选择后退一下啊呃选择到他们那选择到他们之后呢我们可以选择 按顶分布那这个顶到这个顶的距离这个顶到这个顶的距离对不对 好那就按顶分布理解吗OK好那么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这个命令的话我觉得之前已经讲了好像几百遍了哈那我就好我们就直接给你们快速的去讲解哈好那水平 呃水平居中分布哈水平分散分布那水平居中一二一二那这条线到这条线跟这条线的一个距离哈他就等相等了对不对 好这些命令的话呢我我希望大家啊啊在前面软件里面如果说你懂了那么现在的话呢其实我压根我都不想讲 好明白吧好那你们自己去摸索一下其实就很快的了 你见吗好那么这些东西的话呢你自己去点一下看一下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哈好那这个地方的话呢还是比较有用的啊水平分散间距 水平分散间距的话呢就是对象与对象之间的这个距离比如说我们选择到它水平分散间距就是呃这个边到这个边的距离等于这个边到这个边的距离非常方便或者说我们选择到呃这个命令哈选择到下边垂直分散排列那这个距离的等于这个距离理解吗好那这两个命令的话我觉得是最最最最最有用的啊好所以说你们要记好这两个命令就可以了 好这是我们分布的一些命令好那么在这个对齐跟分布命令里边的话呢我就给大家讲这么多好那么其他的话呢我觉得没有必要那么繁琐去跟大家去讲解哈好那么这个锁定跟解锁的话呢啊这里边也需要跟大家讲解一下哈因为之前没有正式去讲解到这个内容哈好比如说现在我们选择到一个对象如果说你要锁定这个对象呢我们可以选择排列菜单里面的锁定对象 看到没有呃锁定对象啊选择一个锁定对象看到没有然后呢接下来如果说你要解锁的话我们可以右键选择解锁对象明白吧好如果说你选择两个对象比如说我们两个对象都可以都给他锁定了呢这样去右键锁定右键锁定那我们两个对象一起锁定嘛对不对那我们就可以选择到排列里面呃对所有对象解锁 或者说你单个解锁你可以站着右键解锁这边右键解锁也没有问题理解吗好这是我们解锁你可以单个右键直接可以解锁右键也可以锁定对象右键也可以解锁对象理解吗好就是这个意思哈好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呃这个变换命令我觉得就没有必要讲了我刚才已经讲过一遍了 我刚才在那个呃那个呃那个呃那个形状工具组里面就有一个变换命令对不对其实这个变换是一样的哈啊这两个变换是一样的你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哈变换好那这样我们重点的话呢还是放在这个排列这个命令里面呃排列的话呢我们需要做到一些什么顶按顶 啊至于前呢或者至于后啊对不对好这个颜色有点刺眼啊 好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选择到一二三三个对象对不对好那么这三个对象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蓝色对象是在最后面的红色对象在中间黄色对象在最上面对不对好你可以这样子选择到黄色对象右键选择到排列嘛 选择到排列之后呢你可以选择到啊那个呃到页面前啊到页面前啊或者说你选择到到后面啊比如说我们选择到这个黄色右键它就会有一个到页面后啊那么当然这个快捷键还是需要你们记得啊呃这个快捷键的话你们记住啊到页面前是kontrol加home键啊啊 就我们方向键上边有一个home有没有看到方向键的上边有一个home啊就是kontrol加home键好那如果说你到页面后的话呢我们是选择到kontrol加end就end啊 m结束对不对end的话呢就是结束的意思嘛对不对好那么就是一个结束啊end的那个命令啊好那就是kontrol加end就是结束啊好然后呢我们到页到图层前啊到图层前是什么啊kontrol加page on啊shift加page on然后呢还可以用到shift加page down到页面图层后啊到图层后啊到图层后啊 到图层后就是shift加page downpage r的话呢跟page down就是刚才我们的home键跟end键的旁边啊你们看一下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向前议程就是kontrol加page r然后呢向后议程kontrol加page down好这些命令的话你们先记啊呃我回到pt给你们记吧好那在pt里面你们也可以记一下pt里面的啊好 好到图层前啊shift加page down或者shift加page r或者page down对不对好然后呢到向前一层向前一层的话呢就kontrol加page r或者kontrol加page down好到页面前的话呢或者说到页面后就kontrol加home键或者说kontrol加end键对不对好那么至于此对象的后面kontrolshift加page down 或者说是kontrol或是kontrol加page down的话呢是在对象前kontrolshift加page down的话呢就是在页面后哇这好多对不对 好没先记我们待会再试一下 ok那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这款软件里面来好比如说我现在选择到这个对象啊kontrol加home键你可以看到我可以到最前面来对不对kontrolshift加home键啊kontrolshift加home的话呢不行啊kontrolshift加page down好那么kontrolshift加page down的话呢你会发现我为什么不行啊 好为什么不行的话呢你需要认清楚这个面啊至于此对象前或者后啊好那至于此对象前或者后的话呢也就是说你需要这样子去调整它啊那一般情况下我们选择到右键顺序啊呃选择到刚才的我看至于此对象前啊这样子我还要选定一个对象明白吗看到没有至于此对象前我还要选定一个对象那或者说我们选择到这个栏 蓝色吧右键选择到顺序至于此对象后选择到这个粉色ok好那所以说这两个命令的话呢我不需不希望你们记为什么呢因为还要选择到对象我觉得会有点麻烦好那我干脆啊不用记明白吗或者说你不用了解都可以好那接下话呢我们记前面的哈比如说我们选择到这个对象我要至于最顶层kontrol加home键 好kontrol加home键的话呢它就是于最顶层kontrol加end啊end键啊kontrol加end这个键的话呢就是在最后面kontrol加home至于最前面kontrol加end的话呢最下边对不对好kontrol加pager上一层kontrol加pager上一层kontrol加pagedown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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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层 kontrol加上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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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ntrol加pagedown下一层kontrol加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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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层kontrol 加主页 Ktrl加结束 或者说 Ktrl加PageOn Ktrl加PageDown 就可以的了 好 那么现在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还有刚才我们说的 这个Shift加PageOn 它也是在最顶层 Shift加PageDown的话呢 它也是在最底层 其实 记一组就可以了 我觉得记一组就行了 因为我们刚才 Ktrl KtrlKtrlKtrl 对不对 那我就没有必要 去Shift 对不对 去记这个Ktrl就行了 四个Ktrl 对不对 而且这四个键 正好在一起 对不对 那就很好记了 OK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 顺序的一个问题 层级的一些顺序问题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也先不多说 那么你们先过来看一下 我刚才说的这个练习 一些小练习 然后呢 还有我们的这个 对习命令 分布命令 对齐跟分布命令 还有我们的这个排列 这个一定要记得 锁定 锁定 然后呢 这个变化 变化的话 你可以不用记 变化的话 因为我们用的并不是很多 简单了解一下 就可以的了 OK 好 这是我们这一组命令 这一组命令